这次山东文旅估计要哭晕在厕所了 一个是游客点了外卖小龙虾 不新鲜要退款 商家带人上门威胁 现场电话摇人 一个是客人点三菜 每个菜都是88元 说好送的水饺吃了后 却有收费 打包塑料袋10块钱一个 明明可以去抢 却一本正经的写出了账单 第一个是发生在9月11日 游客詹某在威海玩 夜晚在美团外卖平台 在楚霸天虾店点了一份小龙虾一份大闸蟹 詹某害怕不新鲜 还专门备注了一定要新鲜 可是外卖吃到嘴时 发现其小龙虾的确不新鲜 于是詹某就申请了退款 并表示不会给差评 商家也同意了退款 说是会去取餐 谁知当店家的老板娘来取餐的时候 还带着两个大男人张口就威胁其詹某 还打电话要叫20个人过来 直到第二天老板娘还在打电话威胁 说要给詹某抓进去 吓得詹某连夜逃离了威海 厉害 这还是旅游胜地吗 随机点餐都能碰到孙二娘的黑店 多吓人 事发后 威海管理委员会发出了通报 双方发生争执时 双方都报了警 警察现场去调解 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 经核查 该商家持有合法有效经营资质 外卖原料小龙虾 是调味水产制品 在保质期内 储存条件符合要求 进货所证所票 资料齐全 事发当天 外卖费用以全额退给詹某 公安警官正对老板娘的不当行为 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也就是说 这龙虾还真是玉制菜 怎么可能新鲜 第二个是发生在 9月12日的烟台蓬兰区 据咱们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 他点了三个不同的菜 离谱的是 三个菜却是相同的88元一份 还真是云活 说好送的水饺也收了15元 更离谱的是 当该网友要求吃不下的打包时 一个打包袋竟然收了10块钱 又是一家黑店 该被宰的网友表示 他还是本地人 要是外地游客的话 估计会更离谱 9月13日 烟台市蓬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情况 同报称 依法开展调查 发现 该酒楼确实存在部分产品 为明码标价 不履行服务和价格承诺行为 涉嫌价格欺诈 以恋案调查 在此我想说 山东文旅是不是正趴在厕所哭呢 这国庆节都要到了呀 中国各地的游客呀 估计都正在看攻略呢 而大山东却在这时候连着出事 山东这好客的招牌呀 好不容易才竖了起来呀 可不能让这几颗老鼠屎呀 给砸了呀 9月14日 看到有个消息 说有个供应商被一家造成新车力 欠了小几千万货款 供应商想要钱 得先帮新车力卖车 卖多少金融的车 车起就付他多少钱 塞台是哪家车起呢 听说山东鹏来某饭店的打包塑料袋 需要十块钱一盒 听说山东危害 因为外卖给的差评 店主喊着要带二十个人过来 威胁消费者 听说山东青岛路虎女逆行打人 仅仅是罚了一千 拘留了十天 听说山东粮山讨要三十八万财利 无故 反而因为学生滋事 被拘留七天 听说山东张秋一个女学生 被同学扎了二百多人 却被判定不是校园霸凌 听说山东青岛 七茂城待遇事件 一直介入到现在 也没有下文 听说过一个谚语 叫一颗老鼠时 坏了一锅套 十五的月边 十五的月边 十六月 十六的月边 两毛钱 我没有买 我也没有资 十五年的岁报 一脚满 突然 描扁 二十年 这是恩情规定 我得 我得 累死累活 拼命地 往死里干 我得 从压制风险的身 从压制风险的口 月边里面 各种 食品添加剂 仿佛剂 真的是太多 我不甘子 因为 我要喝狗 八四三岁 才 毁奔 我刚刚算了一下 真的是不算 不知道 一算 吓一跳啊 按照我现在每个月 要交的社保金额 我是灵活就业 每个月只交 医保跟养老 要一千三百一十六块钱 乘以十二个月 是一万五千多块钱 乘以二十年是三十万 真正三十万 吓 我怀疑我 退休到我死那天 我能领到三十万吗 三十万都够我养老了吧 我爸妈养老 我爸妈两个人养老 我估计都不需要三十万 太恐怖了 这个数字真的 吓 我也后悔教授吧 吓 灵活就业真的上不起啊 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月社保应该 就是公司交完了 个人扣的 我没记错的话 是扣两百六十六块钱 那这个交跟不交 无所谓啊 我交的那个商业保险 还三百二十五块钱呢 就那个人寿保险 本来还有三年就交满十五年了 现在突然又要再交八年 上不起啊 真的上不起啊 这两天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一个新闻 有的人听了肯定是很闹心啊 社保延迟退休的政策来了 对于体制内工作的 还有领导们啊 可能这是个好事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工作 自己交灵活就业的人员 那就是灾难了 本来我们的社保呢 就是自己交 交的多 而且还开的少 原来说交十五年 就等着退休就行了 现在要交二十年 又延迟退休 多交五年社保 又晚好几年退休 你们这如意算盘啊 都是为我们这些没工作 又自己交社保的普通人设定的 这算不算是单方面违约呢 我们这些自己交社保的 可不可以申请全额退款 真的不想交了啊 你们觉得自己交灵活就业 还有意义吗 难得到六十五岁退休 你能不能活到六十五 一群老妈咔嚓眼的在那上班 年纪轻轻的找不到工作 娶不上媳妇 生不了孩子 交不上社保 这就是你们追求的 人民幸福指数吗 人民都不幸福了 未来还怎么兴旺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的专家们 我建议你们 把那个嘴闭上吧 有你们啊 这个社会美好 推迟养老这政策出来了 我看很多人在叫好 可能是我的认知比较低啊 水平比较低 我真的没看出对于劳动来劳动者来讲 好在哪 那我首先我作为我是劳动者的话 那我就是多交钱 然后少点钱了 那好在哪呢 我真没想透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诚实守信这种契约精神是不是符合 那比如说我当初我约定好的是60岁退休 我也按这个来交钱 那凭什么就变成65了呢 是吧 你要是变更合同是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的 咱不谈这些事了啊 我就说两点 就是说 首先要一个公平问题 那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呢 是双轨制啊 普通劳动者 劳动者呢 是交养老金 最后领养老金 但是另外一些人呢 是不用交了养老金 而领的养老金 还比普通的劳动者要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对于就业压力 就是会增加就业压力的问题 那现在本身年轻人就业压力就很大 找不到工作 那这些老人又延迟退休 那让年轻人怎么就业呢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了 李璐王格先生的合伙人 也被称为华人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 那他也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 说了差不多是有11条的内容 强哥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 常识是最稀缺的认知 违背常识会付出代价 所谓的常识通常也是有这些代价反证出来的 所以对常识的讨论总是还有价值的 这里我们来谈几条常识 也听听大家的意见 一 现代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 但这其中有一个因果关系 市场经济是因现代科技是果 没有现代市场经济 不会产生现代科技 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中 技术不能有效的转化成生产力 也因此不能产生持久领先的科技 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领先的科技 二 除国防外 当今所有先进技术最先都是由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创造出来的 美国西方中国都是如此 政府主导先进科技创新如果破坏了市场机制 没有成功案例 三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人的道德其实是对于更广泛利益 长远私利的描述 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 如果不能激发人的私利 形成不了正向的激励机制 也就不可持续 无论在经济或是政治活动中都是一样的 四 关于腐败腐败的本质是一种权利的寻租 只要有权利就永远有腐败 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有的制度下腐败都会一直存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 腐败只能控制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过度腐败是对社会的伤害 过度反腐也是对社会的伤害 公众的制度性控制比人为的控制更可持续 而且负面后果更少 对于民族 我们最应该为后代做些什么 保留文化传承 对于民生 百姓最需要的待遇是什么 人人平等 那对于百姓 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 信任 所以我呼吁 每年的9月13号 是失信日 哈哈哈哈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不要跟我讲 我做一个中文明 我觉得 这个就是说 华为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拿着华为没错吧 拿着华为没错吧 原歌这个拿着苹果手机 我们拿着拿着苹果手机吗 歌词原本是 我们拿着华为手机 你不知道吗 没有 这是我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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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唱歌 好 好 好大家忘掉那一 part 没关系 这边是朝鲜 是不是要不可以 说得好 说得好 好 你们哪个国家公司都知道妖族啊 那我妖族是头条的 那我去摆两个坛就成了嘛 你眼前说要摆那么多你不去搞 是不是拿了好多 你们有本事去搞了个小伙伴 搞美国人啊 你搞我们中国的改调啊 你也 死你怕歪 他都拿个不大 谁要欺负人啊 在他们的时候摆摆摊 你看看 这家伙子把小哥欺负的 这小个眼神 那咋想呢 他不敢关手啊 我吧 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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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酥形吗 你 потрice吗 一碗就已经好了 我给一book到尾兵了 给你说 你喊你谁不让我自己吃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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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本人一下 初上过来利亚 你们有什么睁急 现在能出来 說了怎么ה agua 我们这么婚在这里 影响他们生意 来一个复合员 帮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是二楼 你要去吗 你直接把银上边挂在这里 你要去把人挂在这里 现在整个唐东东谷的人说 偷买卖 知道吗 说偷漢堡 来来来啊 不要吃他 不要吃他的 你拿干嘛 你们拿一个人 拿一个人吃你 拿一个人拿出 说他偷窗 男人去出来 为什么把人家挂上面 他没有偷窗 会偷窗面 可以说是你啊 那你提供视频吗 提供的话 现在报警一下 报警一下 拿错了 通知了 报警一下 通知了 你们有视频的话 你们可以提供一下吧 你知道这个被骑手的一个个人生意体验是有偷窗吗 哎 你好 是这样的 我这边是一名外卖小哥 我现在在这个天河车杯 一个外卖店这里 他将我本人的照片打印出来 挂在店门口那里 收我偷窗 然后在群里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 我才发现 我现在过来了 这里找他们给我处理 他们现在不当一回事 要帮你们这边图景过来处理一下 你在哪啊 天河车杯龙口大街 我队长了 你在那找一家警察稍等一下再见 好 先一先 这个怎么有点像我啊 说他偷窗 他把人在这里 报警了没有 他把人在这里 你家都会过来 是啊 你这样挂出来 你没有搞清楚情况 把我叫边刮这里所有偷窗 这样严重了 这么说 那你不弄的话 你不是随便拿一个人出来就这样搞啊 就是他 就是他吗 就是他吗 有监控的吗 那你现在叫监控出来啊 你叫监控出来啊 我自己哭枪我怎么不知道啊 如果我这样投枪我会过来给人到吗 我今天中午来接了一个订单进来背送的 这个什么时候贴上来的 你也可以报警处理嘛 是吧 是 起走就是晚上起走之后 然后他刚刚说有你已经挂了一个星期了 然后 然后 上到我们 我这里配送没有一小订单我跟你说 每个订单都可以配送的 你可以查他的 查他的一个配送的 你们最好搞清楚我跟你说 这个百分百是你们的责任 我没餐吃吗 我要偷你们一个汉堡吃吗 看不起谁啊 要我叫他们哥过来吧 赶紧叫你们点过来 都已经要过来了 跟你说已经报警了 你们来客人处理一下嘛 好吧 我处理 咱们先 我没事想配合你 谁处理这话 还搞这种 没人拍到了 发生我们那个工作群里 我才看到 贺大工的档次那么低 跟我这儿挖个屁了 我没用激动啊 是学激动啊大姐 你很不错了 大姐 你叫阿姨我都 我都把你放下去门口 不要说到北门 我还买脾气了 你怎么投手去 投诉就投诉 投诉 欢迎你投诉 我到时候看 我到时候还要跟平台投诉你了 这种乘客 真是讨厌 你不讨厌 你不讨厌 你多讨厌 看穿你 破大工的档次那么低 跟我字儿挖个屁了 哎呦我的天哪 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啊 老公放到北门 然后下城 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人性 挖挖雨的交流 人 撇出去 这东西太得卖了 这火灶 豁不然哪 哎呀 我都脾气挺不硬的 看看 这火灶 这要给鱼子上线呢 还是什么别的好处 看着坏 看看啊 刚买的阳光玫瑰 六块五一斤埋着 看看啊 还没泡五分钟 看着水 多昏 哎呦 这小黑虫 你那是动鸟啊 是吧你说 现在难怪的肿瘤鱼院 全爆满 这黑心的赏户 多可恨 这不害人吗 害老板镜吗 那是你糊了我 我糊了你啊 一帅 拿起来了 百事 这不糊了傻子你吗 糊了 态度是吧 对就是这个态度 是不是时间不要打车 什么玩意 不安直的 你们谁打我都不怕 他不安直 嗯 你看 呃我替我一个朋友问一下啊 就是说 你会怎么办 啊当然那个人不是我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是帮我朋友问一问 我 我把我朋友问一问 完了完了兄弟们 大鹏刮坏了 彻底憋了 里边的庄稼也坏了 看看受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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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钢架全部断掉了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鹏全部损毁 都多少都有损伤 大风过后 村草不留 这钢管 已经连根拔起来 这边钢架直接 连根拔起 种地就是怕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躲不过去啊 就是要大受损失 已经没法放水了 苗盘也飘了 水也不淌了 够满发病了 我们真的是就是靠这个天资棒的 我们真的是就是靠这个天资棒的 我一个人十几个坏 总共有二十几个坏 我们现在是卖了一个就一个了 他说是投财官 没卖啊 本来今天这个行情不好 就没算到钱是吧 在靠这个批官 全面想做也 反悔一点嘛 我们真的是就是靠这个天资棒的 本来我们批都批 这两块多金钱 两块钱就卖了算了 这瓜都是黄狠的 都是五指的 这些瓜是好吃的 春秋节 大家都在过节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在渡节呢 我在安徽的奔布市 扑珍县 牛井镇的渡口圈 我这里 已经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雨了 看到没有 这里是火中的干状 这一片是比较严重的 倒了一部分 看到没有 远处的那边的那些 它全部都是往这个帆线倾斜的 现在我们这里还是乌云密布的 不知道这个风这个雨 什么时候才能停 这一节我到底能不能度过去啊 你们都催着我更新对吧 看看大笑话来了啊 我这边还有几个完整的帆 但是因为防御工作做得太好 很多盆架被摁坏了 直接就被摁坏了 全部坏掉了 全部坏掉了 全部坏掉 草莓棚还好 草莓棚损失不是好 损失惨重 这叫层次惨重 几乎是全军覆没的 我再转过来看其他农场的情况啊 一个都没有 放眼望出去 没有一个大董事完整的 全部是的 没有一个完整 我这边剩了几个完整的 孙子大的进了个 十六树被吹的都脑洗完 这谁给这发酵叶子 吹太差了 这棵桃树 吹折了 挺大的一点 小火还吹倒了 不吹起它 就像我那里的样子 全军熟了 现在是要修吗 直接砸碎了 直接砸碎了 到天别的地方 你看它 豆腐焦烧热热的 这些很热热的 还是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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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风啊 一年白干 一年白干 一个好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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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后面 又要准备大的 蜑蜑热 一年白干 这个湿 太猛了 哇,今年的蟹农真的有点损失惨重啊 屋顶都鲜没了,太夸张了 我们在外面再过一年也比较少 我们在外面也比较少 我们只换吃辣鸡 看我们那些都得赶在这里 这鸡饭吃炭了 那两只鸡是个鸟 不得给鸡的香蝉光了 为得了 你阿妈老了你妻子 你俗修器那些不强了哟 你阿妈你不来咯 怕手怕家你的死了 一拨一拨,马上要哭起来的 无可可言 这么找你给 够得了你死吗 越来越多了 多来外得了你死 马上你找哪子呢 一天再下个你啊 哈哥 把这地鸡没吃了喽 你卖得些不太太个人 你路说找你啊 你路说找你 些不吃太个人 你弟子这么霸装了来 你阿妈要得辛辛苦苦装了你弟 至少见你血伯巴总 把你捏得红畅了 嫂妮,嫂妮兰 puntos 也怪我说明天 啊一拨嘛 三公夜 四国 招高 骑 富 脸 牙 牛 你 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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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